重度洁癖的我进入恐怖游戏以后 疯狂洗洗涮涮 满脸是血披头散发的女童桌 洗脸护发一条龙 宿舍楼厕所里把自己脑袋当皮球拍的鬼鹰 我把脑袋安好 换上漂亮小衣服 再塞一颗旺仔牛奶糖 在我勤勤恳恳快把整个学校都焕然一新的时候 坏了 西装革履的老师Boss把我堵在教室里 用教鞭抬起来我的下巴 当时为什么不告别跟我分手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欢迎玩家进入SSS及绝望校园副本 在副本内成功存活七天极为通关 副本即将开始 祝您游戏愉快 癌症躺在床上快要病死以后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扇门 推门而入 脑袋里立马响起冰猛的电子音 我的眼前开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在反应过来时 面前是一所破败的学校 升着铁锈的大门上涨满了青苔 脑子里的回忆一闪而过 我好像见过这里 往前走 身上的病号服忽然换成了校服 因为生病憔悴的容貌 也恢复成了十七八岁时的少女模样 看 这就是游戏的力量 耳边突然插了一道声音 冷冰冰的女人明显很有经验 她正盯着我 她可以给你新生 延续你的生命 只要能得到通关奖励 就可以拿到一切你想要的 但如果通关失败 或者敢违抗她 你就会死得很惨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有个打扮得流里流气的黄毛骂里声 草 什么神神叨叨的 是不是真人秀整股节目 你们这些有钱人 就爱把人当玩物 老子不信 说完 根本没人来得及阻拦 她就飞奔到学校门外诡异的大雾里 不到两分钟 迷雾里传来惨叫声 雾的颜色又好像变得更红了 黄毛被扒了皮 浑身血淋淋像条死鱼 被吊在学校中间的大树上 很明显的杀鸡景猴 两个新人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脸色苍白 几乎要吐出来 原来说话的冷漠女人 像是司空见惯 我叫成音 你们叫我成姐就行 不想死的话 跟我走 现在几乎就是从 阎王爷手里抢命 我一咬牙 强忍着洁癖发作 发亮的小皮鞋 踩上肮脏的水泥地 与此同时 我的手上多了张身份卡 上面写着血淋淋的大字 身份卡 校花周延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弹幕刷疯了 绝望校园 居然是SSS 及副本绝望校园 可惜这个新人女孩 好像叫陆宁安 长得还挺漂亮的 居然拿了校花的身份卡 这就是必死的局 我赌他不到两天就会死 你们说是被鬼班长 同桌头发绞碎 还是被鬼鹰拧下来 头当皮球丸 楼上太看得起他了吧 我赌一天必死 你们都说多时间了吧 知不知道副本里那位 最近跟失恋了一样发疯 上次这个副本开的时候 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把人全杀完了 我听说了 不只是玩家 就连诡异都怕被吞了 祝他好运 希望能死得安详一点 我并不知道 自己的生命已经被下注 只是跟着一行人进了班级 班里阴沉沉的 窗帘紧紧拉着 不见天日 无数双眼睛 死死盯着我们这些新来的人 同学们嘴巴一张一合 脸上带着相同角度的诡异微笑 欢迎来到高三二班 请不要违反秩序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不要违反秩序 我一抬头 只看见班级后面的钟表 正好是8.05 10分就要上课了 要是找不到座位入座 算不算违反上课秩序 没有人想体验一下 违反秩序的惩罚 果然 不止我一个人注意到 大家立马开始找属于自己的座位 我打量到桌子上 最精致漂亮的笔盒 还有抽屉里塞满的情书 立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直直走过去 哎我靠 这个陆宁安不傻 居然能一下子确认自己的位置 那又怎么样 就算找对了位置 他一个新人 怎么能抵抗得过鬼班长 上次星火工会的黑寡妇 A级玩家 就是折在这了 被班长那一头黑发痴的骨头都不剩 而我翻了翻书 才坐下来 这么脏 对于一个重度洁癖来说 不如死了算了 刚坐下 趴在桌子上的班长张力坐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好漂亮 这种开局杀根本不需要理由 我不敢轻举妄动 他眼里成满恶意 逐渐开始流出血泪 忽然冲我扑过来 张力咯咯地笑道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漂亮 漂亮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道争鸣的伤疤 满脸是血 头发开始疯涨 坚硬得如钢丝 几乎要掌满整个教室 原本应该维持秩序的老师 大气不敢喘 周围的NPC同学也当没看见 张力狂话得莫名其妙 我却坐在原地 呼吸逐渐粗重 弹幕又疯了 这些人吓傻了吧 赶紧跑还有一条生路啊 必死的局 跑了只会死得更惨 在头发缠上我的前一秒 我终于忍不住洁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拆了整包洁面湿巾 对到张力脸上 我一边温柔地擦 一边恨铁不成钢 都满脸血脏成这样了 也不知道自己洗洗 张力愣住了 像是没反应过来 我做了什么 他的头发继续疯涨 想要戳到我的眼睛 阴森道 我要吃了你这么漂亮的眼睛 我摁摁点头 然后把他硬如钢针的头发 捋到一边 扎个小便 等把他脸上的血污擦干 张力露出了被刀疤毁容 清秀漂亮的脸 我叹得叹气 快别哭了 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吗 怎么就这么不会照顾自己 他眼里流着的血泪停住了 还是有些茫然 而我立马从随身的包里 翻出来洗面奶根护发素 送给他做保养 张力呼吸变得平缓 满屋的长发收回来 自己也变成了 那个瘦瘦小小的女孩 有些怯生生的 你不怕我 还教我照顾自己 我点点头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他牵起来手 他神秘的咯咯笑 我很喜欢你 想让你做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可是我打不过他 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说完 他俏皮地把自己 手腕上的小皮筋捋下来 放到我手上 眨了眨眼 不要摘掉哦 游戏的电子音响在耳边 恭喜玩家陆宁安 获得张力的皮筋 收获厉鬼的友谊 同时触发隐藏任务 调查当年高三二班出事的真相 顾不上系统的任务 我脑子嗡的一下 像是被记忆席卷 又半天想不起来 谁的味道 副本里的时间不对 仅仅是上一节语文课 就已经天黑了 班主任老师阴森森地笑 刻意冲着我 露出一口沾着血肉的白牙 回寝室楼爸同学们 有好东西等着你们 神经病 脏死了 这一嘴牙 等到回寝室办完入住 我立马头皮发麻 脏 太脏了 这404女寝 地上全是头发跟血痕 就连睡觉的床边 都有血手印 这是人睡的吗 我眉头皱得能打成死结 在脸色惨白的宿管阿姨办公室 来回跑了三趟 在回来的时候 手上84消毒液 脱步骚把工具齐全 等到我清扫到厕所的时候 正好看见拍着自己的头 当皮球丸的鬼鹰 他浑身清紫 甚至还隐隐透着赤色的符咒 看见我更是眼里放光 鬼鹰嘻嘻地拍手 小脑袋直接滚到我的脚下 你能跟我一起玩拍皮球吗 我赢了 就把你脑袋给我 我输了 就把你直接砍成八段 怎么样 鬼鹰眼里是根本没有公平可言的 弹幕又炸了 他必死无疑 Facebook 这可是鬼鹰 宿舍楼最强的怪物 上次直接秒了一个A级玩家 硬是从他肚子里 把自己又生了一次 你们不觉得这女的真有点邪吗 这走的不是暴力流 也不是解密流 到底是什么奇葩路线 我死死咬牙 盯着蹭到地上的血痕 还有脚边血淋淋的头颅 洁痞又犯了 深呼出一口气 可以跟你玩 但是得等会 说完 我抄起来鬼鹰的头颅 在洗手池上放满了 温度适宜的热水 趁着适宜的温度 我用刚从超市里 买的香皂和沐浴露 搓搓搓 揉揉揉 才把小脑袋洗干净 鬼鹰面露惊恐 他张开嘴想咬我 又被一张毛巾裹住 一直把脑袋上的头发擦干净了 我又给他因为怨气长出的头发 编了两个漂亮的麻花辫 鬼鹰看不出来喜怒 阴森森开口 大胆人类 你只是我的食物 我点点头 反手心灵手巧的 把宿舍的床单踩了 给他做了件小衣服 穿在身上 这么看上去 顺眼多了 我母鸡捞仔一样 一把把他捞起来 行了 先回寝室 谁在厕所玩游戏 抱起了鬼鹰 我又下意识哄孩子一样哼歌 哼着摇篮曲 怀里的鬼鹰逐渐变得安静 扎扎嘴 而我又塞了一颗 旺仔牛奶糖过去 他满足的咪咪眼 这是什么 我勉强暂时不吃你 再给我一个 我冷漠地道 不行 就算你是鬼异 小孩子也会得住牙 而鬼鹰居然 唯唯曲曲地呕了一声 被哄得快睡着了 而此时 弹幕安静了整整一分钟 而后 滚动的速度几乎要飞了 这个世界终于 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将近S级的A级鬼异 宿舍楼最危险的怪物 就正被新人洗了个澡 为了磕糖 乖乖被哄睡了 其实这么想也是合理的 你们看 鬼鹰的身份背景卡都掉落了 我捡起来身份卡 鬼鹰 是被偷肠禁果的少女母亲 抛弃在厕所 又被有心人利用 变化成厉鬼 被困死在原地 不能投胎 他短短的一生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所以 只是一点温暖 都会让他迷了脑袋 弹幕继续 各位 痛苦闭眼 我好像知道 他走什么路线了 走物理家心灵双重进化路线 主打一个治愈怪物心理疾病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等沈志里那种 级别的诡异登场 他还能这么气定神闲 而我全然不知 在自己新患的床单枕套上 一翻身 睡得香甜 午夜十二点 宿舍的破目门 枝呀一声 男人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边眼镜 眉眼精致 一张脸漂亮得不像画 他只是看了一眼鬼鹰 就把他吓得瑟瑟发抖 沈志里轻笑一声 眼神里全是偏执和占有欲 漂亮的指尖 妈撒过我的嘴唇 好久不见 我的 前女友 趁着我睡着 他滚烫地吻 一寸寸落在我身上 我迷糊着下意识的回应 像是曾经做过无数次 揽住了他的肩 几乎是脱口而出 别闹 宝宝 沈志里动作一顿 谋色更深了 而后的一切 像是一场荒诞的梦 我像是深海里溺水的人 只能死死抓着他的衣角 给自己一点慰藉 直播早在前女友 三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 就被中断了 刚开始 只是沈志里 自己把我这里 变成了雪花瓶 可弹幕太疯了 像是打了兴奋剂 什么 前女友 不是 前段时间盛传 这位心情不好是失恋 我还以为是造谣 还真失恋了 你们都有点那个了 没人注意到 有点好磕吗 有点好磕 诡异直播平台 直接崩了 已经因为熬夜加班 死过一次的程序员 又爬起来加班 标出两句国骂 而我 全然不知 就连我梦里的月亮 都是颤抖的 第二天 我的腿都在发抖 却下意识认为 是自己昨天太累了 副本里的文字这么毒吗 怎么脖子上咬得这么深 我以为 昨晚是个平安夜 结果一出门 看见满走廊脱拽的血痕 还有对面宿舍 一个已经死去的新人 他面色惊恐 像是被什么活生生吓死的 到死都闭不上眼睛 而还活着的成因 更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他没了一条左胳膊 脸色苍白 看见我无事发生 压抑起来 他一咬牙 摆足了诚意 这个副本进了十个人 才过去一夜 就只剩三个了 我能力不够 只求隐藏任务结束以后 能活着通关 我有线索 档案室里 封存着当年高三二班的资料 档案室 在教学楼的五楼 副本给了探索的时间 今天的课表上居然没课 可越往楼上走 越能感觉到楼里的阴森 整个教学楼的窗户 都被盖上了不透光的窗帘 楼道里静得可怕 耳边却隐有女生淒厉的哭声 除此之外 还有学生们 骑上童谣的声音 窗外有双眼睛 他在时刻注意着你 我一抬头 正好看见到了五楼 还有一个路标 路标上的字像是刚写的 很贴心地画了个笑脸 需要帮助的话 请到新班主任办公室 新号下画线新号什么新班主任 谁会往一个看起来 就是陷阱的办公室乱跑 我还没吐槽完 却看见整个五楼的布局变了 所有的房门都变得一模一样 每一间都变成了档案室 背后恐怖童谣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身上限速直飙声 愣是顾不上洁癖 刷刷推开每一扇门 结果就是 十分钟后 每一个档案室门后 都有一个扛着斧子守门的屠夫 他们目标明确 斧子舞的虎虎生风 几乎要差一点砍到我的头上 我爆发了这辈子最大的潜力 冲进了唯一一间陈设不同的房门 而还没缓过来气 就看见一个男人 沈志里西装整齐 推了推金丝边眼镜 正用漂亮的手拨弄叫边 含笑看着我 这位陆同学 你想要老师的帮助吗 我手上张力的皮筋猛然发烫 是一即将到来的危险 而且这可能是最高级诡异 我只觉得他莫名眼熟 死马当活马医 立马点头 是 他却用叫边挑起来我的下巴 仔细打量着我因为跑步朝红的脸 忽然笑了 我仰视着他 还没等到他的反应 我又真心实意地道 因为你的身上最干净 沈志里脸色一下子就又沉了 冷笑一声 那前女友 当时为什么不告而别 什么前女友 我只觉得头痛欲裂 眼里含着水光看向她 脑子里的确浮现出 无数个亲密的回忆 但我看不清两个人的脸 怎么也抓不住思绪 我不记得了 得癌症之前的很多事 我好像都不记得了 沈志里摸着我的脸 眼神危险 地印道 你忘了吗 没关系 我会给你时间 等你想起来 如果你真的想不起来 我一定会把你吃掉 去吧 陆宁安 这个副本是为你而生的 说完 他一挥手 把我传送到了正确的档案室里 而我翻找出来了一张合照 一张高三二班的合照 这张泛黄的合照里 最中间老师的位置 赫然是已经长大了的我 而班长张力 眼含着笑在我旁边 教室里那些死气沉沉的同学 也全部带着青春的志气 只可惜 在照片后 还有一则新闻 XXXX年6月1日 荣城中学发生一起火灾 整个高三二班 处了一名教师 无人生还 当时 距离高考只有六天 他们的生命像花一样凋谢 而老师或许是刺激太大 直接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没人抓到纵火的是谁 到最后都是选安 难怪班里总是有焦糊的味道 甚至撕开墙值以后 还能看到黑色火烧的痕迹 弹幕疯了 我靠 师生play 师生play 别师生play了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 把这个副本的进度推到这儿 周延这个身份卡 怎么还跟当年的老师有关 虚 游戏播报了 游戏的电子音音版一眼道 恭喜玩家陆宁安得到线索 就日合照 完成进度条50% 请前往曾经的校长办公室 调查清楚 高三二班火灾的真正起因 找到当年真相 有情提示 该任务涉及副本核心秘密 危险度极高 可自由选择退出与否 我一直盯着照片 泪如雨下 冥冥之中 好像一直有东西在说 不管为什么 我都必须去一趟 错过这一次 我会追悔莫及 我看着桌子上发旧的课表 好像还透着血字 我一皱眉 硬生生把课表撕下来 只见桌子上几个猙獰的大字 不要试图抵抗他们 而一边的张力 看到这几个字 居然像是被刺激到了 他眼里又开始流出血泪 念叨着 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 抵抗的人全部都死了 就连原本无害的同学 也都露出来 被烧得焦黑外翻的皮肉 一遍遍地念 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 整个教室怨气横生 又好像回到了当初火灾那天 开始冒起滚滚浓烟 我被呛得咳不过来 下意识抬手 把代表有意的小皮筋 抵到张力面前 他的意识才回笼 声音嘶哑 陆宁安 你和别的周延很不一样 去吧 去调查出来 我们都遗忘了的真相 一切一化终止 同学们脸上又恢复了麻木 愣愣地看着我们 张力疲倦至极 硬生生撕开 脸上那道争鸣的疤 从中掏啊掏 掏出来一把生着锈的水果刀 这把水果刀带着极重的煞气 甚至还沾着张力的血 他不是在火灾里死的 这是他曾经用来毁容自杀的刀 与此同时 鬼鹰居然从宿舍楼爬了过来 他也换了身新衣服 直接卸下了自己一截胳膊扔过来 那截胳膊上的符纹最密 亲子发红得可怕 周围的同学大气不敢喘 开始往旁边躲 他咯咯一笑 张牙舞爪 我靠近不了那 但你得活着 你是我的食物 鬼鹰话都没说完 就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沈志里拎着扔出教室门了 外面尘土飞扬 沈志里推了推金丝眼镜 太吵了 扰乱班级秩序 张力带着幸灾乐祸 往外看了一眼 几乎要笑出声 鬼鹰还是那么没脑子 当着沈志里的面就敢抢人 我看着张力摸了摸他的脑袋 下回给你带玫瑰味的护发素 张力的眼神刷一下亮了 而我扭头冲外面的鬼鹰塞了一包牛奶糖 一天一颗 不能多吃 至于沈志里 我只是看着他 男人的轮廓太眼熟了 我一瞬间黄了眼 笑道 我会想起来你的 前男友 沈志里看着没什么反应 只是推了推眼镜框 但游戏的电子音 在我耳根疯狂播报 恭喜玩家陆宁安 获得某鬼王BOSS 失而复得的疯狂爱恋 他巴不得现在 立刻马上就把你吞吃入腹 硬生生重复了三遍 这是沈志里的专属小喇叭吗 我又收好张力的刀 和鬼鹰的胳膊 耳边想起来游戏 已经冷漠下来的电子音 玩家陆宁安 获得张力的水果刀 可对厉鬼造成50%伤害加成 玩家陆宁安 获得鬼鹰的胳膊 带着符咒的胳膊 可越即硬控高阶厉鬼两分钟 校长办公室 涉及到游戏副本核心 鬼异绝不能插手 沈志里看着我 轻笑一声 说出来的话偏执无比 我赐予你鬼王的祝福 所以我以下低阶厉鬼 全部伤不了你身 去吧 去你该去的地方 我发誓 如果你真的想不起来我 我会吃了你 办公楼跟整个学校格格不入 这里的设施豪华 甚至一楼 居然是一个巨大的歌舞厅 为什么学校里会有歌舞厅 我隐隐有些熟悉和心慌 往前去翻校史 校史上密密麻麻的黑字 记录着荣成中学 从建校的70年里 培育了多少学生 起明星集团 原本是将它定位成贵族学校 最后却开始 莫名其妙地招收贫困生 这里的学费开始降低 甚至有丰厚的奖学金 尤其是面相对漂亮 成绩优异的贫困女生 我在往下翻 讲述学校荣耀的黑字 忽然就变成了孕开的血字 别违抗他们 血字围着我转圈 好像有无数个人在我耳边念叨 不是为一种精神污染 我全然不顾 继续往前走 一步步像是走在粘稠的血上 而眼前也浮现出 无数个人带血的脸 但我不怕 沈志里的赐福 让他们只能这样吓吓我 我只要走到最深处 那间校长办公室 或许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的弹幕 从来没人解锁过的办公楼地图 原来是这样啊 话说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绝望校园这个副本怨气 为什么这么重 没人知道 没人真正通关过 或许 陆宁安能呢 而我全然不知 已经走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 在我推开那扇门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幻象都消失不见 我所看到的 只有一台电脑 而打开这台老式电脑的文件资料 我好像一下子被游戏的力量 拖拽回了曾经 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荣城中学 缠名之呀之呀 眼前是文静漂亮 又怯生生的张力 他含着泪冲我说 老师 我被他们选中了 宿舍楼里静密无比 从母亲肚子里硬拖出来的婴儿 懵懂得睁开眼 就被赶来的倒是恋化 做成风水招财局的阵眼 哈哈 有了这个一年音乐 殷实出生的鬼鹰座阵眼 集团一定能日进抖金 场景在切换 是无数个女孩 在歌舞厅夜里的尖叫哭泣 和最后的无可奈何 我最后看到的是整个高三二班 明明还有十天就要高考了 他们就能走出去了 可这些男孩女孩们面带决绝 要求我曝光整个荣城中学 张力莲已经被他自己毁容了 学校不许一物事给他看病 正流着浓水 被他们看上的女生 都会被带到歌舞厅 像狗一样被玩弄 哪怕是死 也要死在那些人手里 有个叫李雪的女孩捶着泪 宿舍楼闹鬼的那个婴儿 是他们活生生 从贝贝肚子里抛出来的 只是为了凑一个有用的生辰八字 根本不是抛弃 被毒打过的男生徐一看着我 他带我们去做器官配型 一旦配型成功 我们就会变成手术台上的物品 最后 整个班在我面前咬着牙 决决地说 我们很快毕业了 可只要这个学校还存在一天 他的罪恶就永远不会停息 哪怕斗不过只手遮天的集团 老师 我们还是想试试 就当是为以后的学弟学妹们 搏一条生路 我看见当时的自己说 好 明明已经搜集够了证据 联系好了记者 就在事情要灯爆发出去的前一天 高三二班发生火灾了 一个班的学生 一个也没火 我们拿椅子砸碎窗户的时候 才发现外面已经被封死了 只要能毁尸灭迹 又有火灾发生的正当理由 没人会在乎这些的 因为这条产业链上 涉及到的人太多了 张力死了 李雪死了 我不甘心 最后硬生生是吐出一口血来 为什么 明明我们马上就能看见光明了 明明这些孩子们 应该能走向更美好的人生 要是有人能帮帮我该有多好 我以为我也会必死无疑 可我活下来了 在马上要窒息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双黑皮血 沈志里皱了皱眉 把我抱起来 又轻柔浅犬地放到了门外 她没有停留太长时间 只保证警察已经赶来 我不会再遇害 但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因为精神疾病 要被锁在精神病院一辈子了 我的重度洁癖 就是这时候落下的 我害怕 我害怕一睁眼 就是同学们被烧焦烧黑的脸 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我们输了 这场博弈 我们看着输得体无完肤 但是有一个变数 沈志里 她之所以会救我 是因为我吐的血 这里太肮脏 怨念太深了 久而久之 就酝酿出了沈志里 这样的诡异之王 她是怨气的化身 这种怪物 原本很难生出灵质 直到那一口血 勉勉强强算是血迹 她应了我的要求 来帮了我 沈志里把这里的一切封存 和游戏打商量 变成了副本 而我被打包送到了20年后 游戏的想测试人心 她给出的条件是 我会得绝症 会重新进入副本 她要看看 我会怎么做 结果她没想到 自己费力气 重金招揽过来的鬼王 答应了管事之后 就潇洒跑路了 沈志里接管了几个副本以后 就跑到了人间 她封存自己所有的力量 扮演流浪少年 冲我卖乖卖惨 愣是住进了我家 甚至还谈了恋爱 游戏拿她没办法 只能恶心她一下 我因为癌症 不想拖累沈志里 选择不告而别 她又给我迭了一层失忆的buff 主打一个打不过你 恶心死你 而后 就有了今时今日 记忆抽离 我看着眼前电脑里 整理齐全的文档资料 边角上还有一朵小花 那是张力画的 她说 等熬过去 我们班的同学们 一定都会有很好的前途的 可惜他们都没熬过去 只变成了副本里 会机械杀戮的高三二班 我泪如雨下 想起来了一切 我是陆宁安 是新来的实习老师陆宁安 是自以为会带他们 走出学校这个囚龙的陆宁安 游戏冰冷的电子音又响起来 恭喜玩家陆宁安 完成隐藏任务 调查清楚 高三二班火灾的真正起因 找到当年真相 原来曾经的荣城中学 是起明星集团 用来敛财的工具 他们毫无人性 肆意妄为 高三二班同学们 集体想要反抗 最后却惨死在高考前 你有两个奖励可以选择 一 选择让副本继续运行 彻底脱离游戏 记忆清除 绝症痊愈 获取奖金五百万 二 强行关闭副本 之后继续参加游戏 所有人都在等我的选择 弹幕也刷疯了 虽然陆宁安的身份很震惊我 但是每次进游戏 都是在死亡的边缘横跳啊 第一个选项诱惑够高 他不一定会选第二个吧 谁能拒绝得了 健康的身体更五百万 而且连记忆都清楚了 根本不会愧疚的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做选择 我却灿然一笑 抬头看向无处不在的游戏 你给的第一个选项很好 但不了吧 我的学生们还在等着我 我的前男友要是知道 我会彻底遗忘 会把我吃了的 这一次 我会彻底终止这个罪恶的学校 我扭头拷贝了所有整理好的资料 全部自己发到了互联网上 副本跟现实生活几乎差不到哪去 因俱全 最后 我去了播音室 播音室的喇叭很好 原本麻木的学生纷纷驻足 抬头看着喇叭 我说 一切的罪恶会在今天终结 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错 他们并非是不可抵抗的 你们看 现在他们做的是已经曝光了 顶到热搜第一了 无数人在声援你们 要保护你们 哪怕我知道 这只是一个副本 我还是定了定心 我们成功了 校园里每个角落都响起低气声 他们冲过去 折断了代表权威的小琪 又用椅子砸碎了办公楼的玻璃 而或许是因为我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一直以来在游戏里隐身的校领导们 满脸惊恐地出现在了一间教室里 而他们的周围围满了来索命的厉鬼 他们可不是以前弱小 能随意拿捏的学生了 现在只需要翻翻手指 就能让这群人渣们痛苦地摆背不止 耳边是悦耳无比的求饶声 我又回到了高三二班 这里的一切都恢复了曾经的样子 好像这些同学们只是午休起来打了个盹 还都冲我问老师好 但沐浴在阳光底下 他们感谢我的身形越来越淡了 李雪带着笑冲我挥了挥手 老师我要去找贝贝了 他那么爱美的人被剖开了肚子 一定很痛 徐一红了眼睛 郑重地对我鞠躬 谢谢你 老师 如果当初不是你帮我照顾奶奶 他可能会跟着我一走了之 怨念尽了 自然要去投胎 他们身形越来越淡 最后化成漂亮的小光碟 围着我饶了一圈 而张力 也恢复了文静女孩的样子 他脸上还带着校长那群人的血 却乖地看着我 有点不好意思 对不起陆老师 我差点伤到你了 我一笑 用热毛巾把他脸上的血擦干 最后摸了摸脑袋 张力差一点就要把风窗的木条砸开了 直接被抹了脖子 他毛里含着水屋看我 最后郑重地说了声再见 我也说了声再见 下辈子 下辈子他会平安长大 顺遂幸福一生 而下一秒 沈志里拎着哭得哼哼唧唧的鬼鹰来了 他面色不渝 你还是没想起来我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鬼鹰哭得更厉害了 他似乎很会察言观色 直接嗖嗖地爬过来抱着我的腿 直接喊上妈 妈妈 我走不了 你养我 妈妈 眼看着沈志里脸色越来越黑 他一扭头又抱着他的腿 爸 你劝劝妈呀 我扑哧一声笑出声 我当然想起来了 宝宝 他眼睛一亮 完全不觉得 当着诡异直播的面 被叫宝宝多丢人 弹幕又疯了 什么时候副本有过这样和谐美好的结局 这陆宁安 他把鬼王当狗训吗 你别说 沈志里在他面前真的挺像小狗的 谁家小狗咬人咬那么疼 在沈志里意味深长地凑过来 摘下金丝眼镜 在呼吸越来越贴近 柔软的嘴唇要碰到的上一秒 我推开他 冷笑一声 所以我脖子上 根本不是副本里的蚊子咬的 沈志里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我又冷笑一声 走不稳路 也不是因为前一天累的 沈志里垂眼看地面 这时候 鬼鹰手足无措哇哇大哭 所以你们两个到底养不养我 养是要养的 游戏说 因为鬼鹰造的杀孽太重 又情况特殊 比较难直接投胎 只能先慢慢养着 行吧 反正沈志里这大的药养 多一个小的也行 我 陆宁安 一个重度洁癖患者 进游戏的时候孤身一人 出游戏的时候一家三口 被游戏传送出去的 我死死抓着沈志里的手 眸光灿灿 这次不会放开了 他会握住我 轻声道 我也是 全文完